记得去看啊 我们想的是能不能 就是我点了它之后 它只给我刷新一个局部 叫做NisterView的一个局部刷新 其实是之前有同学问过对吧 那显然是可以这样去弄的 对我把这边的话先去处理一下 把这个给它停止一下 好 对应的话我们要去做这个功能的话 那就比较简单 那我在Adapter里面去暴露一下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来到我们的Adapter去找一下Adapter 我们的Adapter在这里哈 这是我们所有Adapter 在这里面的话去定义一个局部刷新的方法 相当于是去写一下注释 定义一个AdapterView局部刷新的方法 你看这时候去这样做就可以了 我去给它定义一个PublicViewID 叫Update一个AdapterView 对应的话 你要刷新哪个AdapterView 你把这个AdapterView传进来 好 既然你能把这个AdapterView传进来 我就可以去FindViewID 找到里面的CheckBox 对应的CheckBox的话 就要去找一下 对应的话 就是CB的一个CheckBox 这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CheckBox 对应的话这边是一个CB 对应的话前转一下它 这时候就判断了哈 如果CB等于啥呢 一直Check的对应的话我就把它给反过来 CB的这个Check的等于Force Else CB的这个Check的等于True 现在是一个曲法操作 可以理解吧 你看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要去把知情的给它给干掉了哈 你看这个已经没了 它没了之后的话一堆错误 先把这些错误性解决了 好这块是老方式 阻止掉 对了 这个刷新这个UI的这个地方 它同样是老方式 阻止掉 不要了 好我们同样来到GateItem 这个按ItemClick里面 如果是兵级模式的话 我要去修改它的话 那我就只需去拿着Adapter 去Update一下ItemView 把我现在那个View给它传进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当时点击了这个View 那就是点击了它 对吧 好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效果了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Country FC 你看进入兵级模式 进入兵级模式之后的话 我去顶一下它 有没有效果了 对不对 你看对应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GateItemView方法输出啊 有没有啊 没有对不对 你看这个效率是不是高很多了 而且就一个代码的事情 叫Update 这个ItemView 相当于你在Adapter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去局部的去修改它的效果了吧 可以理解吗 这个思想是不是挺巧妙的 对吧 好 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 这个一下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但是的话 还有一些细节还要去处理啊 那你这个数据的话 是不是还没有记录起来啊 这个最后的话 我还不知道哪些被寻中了吧 对吧 所以说的话 我们把这个数据的话 还要记录起来 数据记录起来的话 我们对应把它记录到我们这个EntryWapper里面 在这里给它加上一个病量 Public 叫做一个乌尔形的EaseCheck的 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透明的处理它了 你看 如果是 在这个地方啊 如果单其是一个寻中 像这个是寻中吧 对应的话你就要把 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的对象在哪里啊 这个EntryWapper 这个EntryWapper 你叫去 Seed它的EaseCheck的这个方法 叫做 我写的什么东西啊 叫EaseCheck 这个方法 这个EaseCheck 这个怎么会拿不到 这个EntryWapper 对应来看一下 在这个Adapter里面 我应该是可以去拿到单前 ItemView的对应的一个数据源的 那就是这个EntryWapper 这个EntryWapper的话 我就可以去拿到它 它里面有一个布尔形 叫EaseCheck 这个EntryWapper的话 它是应该是有这个EaseCheck出来了 这个EntryWapper的话 我拿到这个地方的用的话 还不行对吧 你这个EntryWapper的话 它还拿不到 因为它是在这个方法里面 是拿不到这个EntryWapper的 那其实我的话 就可以只需要知道 这个单起的Polation的话 就可以拿到这个单起的EntryWapper 那我再修改一下单起的方法 把这个Polation给它定一下 Polation 那我在这个地方 调用的时候的话 那我对应把这个单起的Polation 传进来就可以了 那就是把这个Polation传进去 那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既然可以拿到这个Polation 其实我就可以拿到 单前 Alture Vue对应的数据 也就是去M的EntryWappers 去Gate一下 去Gate一下 单起的一个Polation 对应的话 它就得到一个EntryWapper 这时候的话 比如说List 这里的话就去用一个Entry的一个Wapper 对应的话 这个是Snaked的 Entry的一个Wapper 等于New一个 Array的一个List 对应你去进行快速分循环 循环我们这个M的EntryWappers 对应的话是EntryWappers 相对把它改成一个Infer 那如果这个Infer EasyCheck的 等于等于True 那相对是选中效果 单前是选中 选中的话 你就把它加到我们这个集合里面 就可以了 点A了一下 这样一个Infer 你看 在这个里面 就已经把它存起来了 存起来之后的话 你的话 就可以去对应把它给 做相应的事情了吧 你要去看一下它 是否存起来了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 再进行快速分循环 进行一下打印 把它给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Infer 你看 这个时候你去打印一下它 Infer里面的File的一个 Entry的FileName 好 你来看一下 就有这个效果了 Country F11运行 大家看一下 你看 兵级模式 选中了帅哥 选中了美女 你看它是两次打印 对吧 它会把这三个打印出来 把这四个打印出来 你看 少了之后 就一下就拿到数据了 对吧 这个是兵级模式 相对于 EasyView的局部刷新的话 就已经OK了 接下来我们 把这块提一下 再去继续的完成它 再去继续的完成它 嗯 嗯 嗯